Hello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I Word Junior线上直播课程 我们是你学习的好伙伴 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在线上相遇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英文课程 主题是Yes or No 带你认识疑问句 疑问句呢 在英文文法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句型哦 比如说你吃饱了没 你今天过得好吗 那待会呢 学霸名师会为大家带来两个部分 究竟是哪两个部分的英文句呢 先让我们来看看学霸名师 是我们的Rita老师 Rita老师拥有丰富的英语教学经验 那老师上课活泼有趣 也会做很多课外补充 让大家可以活用学到的知识哦 那Rita老师会为大家带来两个部分 首先就是Yes No 疑问句 以及Wh 疑问句 包含 Who What When Where How 等等这些疑问词的用法 要用在哪里 时机是什么 有兴趣的同学就继续把影片看下去哦 也欢迎呢 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我们的课程要开始咯 欢迎Rita老师 大家好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在线上见面了 我是Rita老师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 今天要聊的其实是一个文法概念中 相当基本的主题就是疑问句 那如果是以国中的范围呢 其实疑问句会是在你刚上国一的时候 就会遇到了 以前在国小啊 或者是儿童没有学习的时候呢 主要都是透过对话或者是情境来练习疑问句 那你一升上国中一年级之后呢 甚至可能在暑假的时候 老师就会开始跟你讨论 什么是疑问句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学什么 Yes No 疑问句先 好 那刚开始当然要来先想想看 什么是疑问句 顾名思义就是 You're not sure or you don't know 就是你不确定或者是你不知道的部分 就是疑问句 好 那我们来看看疑问句的定义是什么 疑问句 疑问句简单来说 它就是问句 它用来干嘛呢 询问问题 而且一定要用问号来做结尾 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 在你刚开始建立文法的概念的时候 或者是在写作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标点符号 疑问句的结尾一定是问号哦 好 那在这里你如果看到一些疑问句 像are you Mr. Wong how are you Tina is my sister 从这三个句子里面 同学们可以帮 我们老师想一想 哪一个句子是疑问句吗 so let's look at the first one 我们来看看第一句哦 are you Mr. Wong are you Mr. Wong but number two how are you oh when people say how are you they are asking you about your day or how you have been 他们在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或者是进来可好啊 so how are you you also see a question mark at the end 在字为你还是看到的一个问句 那当然也是一个问号 那当然也是一个疑问句哦 then let's look at number three number three is a hey Tina is my sister tina is my sister tina是我的姐妹 oh this is not a question mark 这并不是一个问句 不是一个句号 and then it is a period 是一个句号 那当然它就不是疑问句哦 所以从这三句来判断的话 我们看得出来 hey 一跟二 the sentence one and sentence two they are all questions they are both they are both questions 他们两个都是问句 but the third one it's not 但是第三句它并不是哦 and now let's see 疑问句 当然说是 句委一定是用问号结尾的 那它特别在哪里呢 hey 疑问句有两种 一种是yes no 疑问句 然后一种就是我们待会 第二部分会提到的 wh 疑问句 那我们待会再来讨论 所以什么是yes no 疑问句呢 顾名思义就是问话的人 ok 问问题的人 他想要知道对方的答案是 yes 同意 or no 不同意 也就是说 回应的对方 一定会说yes and no ok 要特别注意 这是他的定义哦 回应的人只要有说到yes 跟no 他就是在用yes no 疑问句 好 所以你知道说疑问句有两种 一种是yes no 疑问句 一个是wh 疑问句 那我们来看看例句 你能不能告诉我 它是yes no 疑问句 还是wh 疑问句 so let's look at number one do you do you like apples number two did she go to japan before number three when did she come to school 好 那我们现在来一句一句看 number one sentence one 诶 这三句 这三句 先让 teacher reader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这三句是不是都是疑问句呢 是 对吧 因为他们的结尾都是问号 好 那我们来判断 它是yes no 疑问句 还是wh 疑问句 所以告诉我哪一句 并不是yes no 疑问句 所以第一句 do you like apples do you like apples 它是在问说 你喜欢苹果吗 so if someone asks you do you like apples 如果有人问你说 你喜不喜欢苹果 what do you say you will say yes I like apples no just okay I don't like apples 所以人家问你 喜不喜欢苹果的时候 你可能会回答 yes 我喜欢苹果 或者是no I don't like apples 我不喜欢苹果 所以你的答案一定会是一个是 或不是 yes or no 那我们就知道 第一句 do you like apples 它是一个yes no 疑问句的 那第二句 Did she go to Japan before? 她以前 before is talking about the past 聊的是以前 所以她是一个过去式 so did she go to Japan before? 她以前有没有去过日本呢? yes she went to Japan before no she didn't go to Japan before 在这里 你还是有两种回应 一个就是 哦有啊 她有去过 另外一个是 没有耶 她没有去过 所以你还是会回答 有 yes or 没有 no 那你就知道 这里也是一个 yes no 疑问句 number three when did she come to school? ok 那在这里呢 可能是一下的小朋友 或者是二年级之后的小朋友 会比较熟悉的 她这里说 when did she come to school? 她什么时候来学校? when 问的是时间 在这里你会说 哎呀 她哦 她九点来了 她早上八点就到了 哦 她六点半 学校还没有开门呢 你就在外面等了 所以你会告诉人家一个时间 那你就知道这里你并不会去回答说 是啊 她五点来学校 因为你不是问她 你不是问对方说 哎 她是五点来学校吗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 when开头的这个句子 她并不是wh一问句 因为她是一个 哦抱歉 她并不是一个yes no一问句 因为她是一个wh一问句 ok so now 所以呢 在快速的 呃呃 总结 yes no一问句的答案 一定会有yes 或者是no 是不是 好不好 有没有 对不对 ok so now then how do we form a yes no question 那来到了问题啦 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形成 yes no一问句呢 要特别注意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法概念 而且这一个文法概念 是要跟着你到什么 到国三 高中 一辈子的英文概念 也就是说 yes no一问句 就是要将 be动词 ok 大家很熟悉的 is and are 它的过去是 was were 然后呢 或者是 注动词 大家很熟悉的 do does did 或者是 will can may might 这一些 移到 巨手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个 yes no 一问句 好 所以我常常都会说 把be动词 或注动词 移到巨手 就会变成 一问句 把be动词 或注动词 移到巨手 就会变成 一问句 这个是英文文法上 不变的定律 相当容易 好 那我们来看看句子 it say tina is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这一句话的意思 是告诉我们说 tina是一个 junior high school it's like grade 7 to grade 9 七年级到九年级 也就是国中 她是一个国中的学生 在这里 她并不是一个问句 right because you do not see the question mark at the end 因为我们没有在句委 看到一个问号 那我们要怎么样 把它形成 yes no 一问句呢 那是不是代表 你要先找出 be动词 或者是注动词 so I give everyone 3 seconds 给大家3秒钟 你可不可以 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看到的be动词 或注动词 是哪一个字呢 1 2 3 all right what's the answer the answer is yes right so Tina is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这里是一个 yes 是她的be动词 所以怎样 把yes 移到巨手 就会变成 一问句 so that would be is Tina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s Tina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这句话就变成 Tina 是一个 国中生吗 Tina 是一个 国中生吗 那你想想看 你在回答的时候 you got two ways the first one 是yes she is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no she is not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所以在回答的时候 你就会说 对啊 她是国中生 或者是 不对不对 不是 她不是国中生 所以呢 把 is mr b动词 一道巨手 就会形成 yes no 疑问句 那不要忘了 后面要变问号哦 你答对了吗 好 那一样 yes no 疑问句 把b动词 或主动词 一道巨手 那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练习 they were shopping when the teacher called them they were shopping when the teacher called them 当老师打电话 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正在购物 那在这里 要怎么样形成 yes 那我疑问句呢 去寻找 b动词 或主动词 so same you got three seconds 一样 三秒钟 找找看 three two one time's up where is the b verb the b verb is were 我们的b动词 就是were 那怎么样 把它形成 疑问句呢 把were 一道巨手 巨为变成问号 就会形成 yes no 疑问句 so you say were they shopping when the teacher called them were they shopping when the teacher called them 他们当 老师打电话 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正在购物吗 ok 所以你看 把bb动词 is m are what's word 一道巨手 就会变成 疑问句 now let's see next one 每一次都会不一样 而且会越来越困难 在这里呢 七人呢 提供了 从国一到国三 你会看到的 疑问句的版本 好 那如果这一句 now let's see my mom eats an apple every day 我的妈妈 每天吃一个苹果 在这里 你要怎么样 把它形成 英文句呢 是啊 你要找出 b动词 或者是 助动词 那请问 在哪儿呢 ok 所以在这里 给大家想看 这里有一个 小小的诀窍 look oh 你就想说 可是 Tirita 我没有看到 b动词啊 对啊 你没有看到 b动词 then what do you do 那你要做什么 你就要找出 助动词 所以想想看 这一句话的 助动词是什么呢 oh 这里有一个 eat加上s 所以呢 现在简单是 遇到 平常的习惯 主词是第三人称 单数的时候 我们动词 要加上s跟es 对吧 好 那助动词 要叫谁 出来帮忙呢 答案就是 does 所以呢 在现在简单是 第三人称 单数的主词 he she eat 的时候 我们在行程 一问句的时候 我们需要叫 助动词 does 出来帮忙 所以呢 这一题的答案 就会变成 does your mom eating apple everyday does your mom eating apple everyday 那你又想说 这里呢 为什么eat 会变成圆形呢 你就想象 你把这里的s 提到前面了 所以后面就圆形 所以它来到了 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在英文里头 助动词后面呢 需要接上 圆形动词 助动词后面呢 需要接上 圆形动词 不要忘了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说 助动词后面 要加圆形动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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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Let's see next one So next example 下一个 下一个例句 Kane went camping with his friends last week Kane 在上周末的时候 与他的朋友们 去露营 OK 那在这里 一样 你要找出 逼动词 或者是 找出助动词 诶 那在这里 想想看 You do not see any be verb 你没有看到 任何的逼动词 那找不到 逼动词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你就要去想想看 它的时态 然后你要找 哪一个 助动词 出来帮忙 那Tiri Vida 先把这个 小小的重点 画出来 went When you see went What do you think of 你会想到什么呢 You think of the past tense right 你会想到 过去是 那在这里呢 你会怎么变 过去式的 助动词 在疑问句里面 要叫 did 出来帮忙 所以did 是过去式的 助动词 那跟刚刚一样 助动词后面的 动词 要变成原型啊 所以当你把 did叫出来之后 原先的 went 就要变成 go 这里要特别的 小心 所以呢 go 这个字 它很特别 它是一个 不规则变化 的动词 go 它是一个 不规则变化的 动词 也就是说 它的原型是go 三单是go 过去式是went ok 所以呢 这是它的过去式的形式 所以呢 在变成 yes no 英文句的时候 就会说 did Ken Can go camping with his friends last week Can 在上周 有和他的朋友 去露营吗 All right So now with this let's move on to next one 那我们再看 下一个例句 Here It said Mr. Tsai will visit Taiwan next month Mr. Tsai will visit Taiwan next month 蔡先生 下个月 将 拜访 台湾 在这里 一样 你要找出 逼动词 或者是 注动词 将它 移到 拒手 你就会成 yes no 一文句了 好 那在这里 大家能够 看到 重点吗 当然就是 will will 还是什么事 是未来事 对吧 那就算你在这里 没有判断出 它是未来事 其实还有一个 小小的提示 给大家 就是next month Right next month 是下个月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它是下个月 才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 在这里 will 就是它的 注动词 是未来事 的意思 将要 将会 所以把will 移到拒手 后面就会变 加上问号 就会变成 yes no 一文句了 所以跟刚刚一样 注动词 后面的动词 永远都是原型动词 so will Mr. Tsai visit Taiwan next month will Mr. Tsai visit Taiwan next month 蔡先生 下个月 会拜访 台湾吗 那你看 你在回答的时候 you got two ways 有两种 一个就是 yes he will 会啊 他会啊 他下个月 要来台湾 or you would say no he won't he has to work 他不会啊 他得工作 ok 所以你看 你在回答的时候 你会有yes 跟no 那这个就是 yes no 一问句了 好 那我们再来 很快速的 做一题 Students must go to school from Monday to Friday 学生们 必须 Must 它是一个 情态 注动词 它本身是有意思的哦 这个意思就是 必须 得这么做 所以学生们呢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需要去上学 ok 需要去学校 好 那在这里 一样 你就只要找出 B动词 或注动词 把注动词 移到聚首 就可以了 所以呢 Must 就是我们刚刚 特别说的 注动词 那它有没有符合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规则 注动词后面的动词 有没有原型 有 注动词后面的动词 有没有原型 有 所以呢 这个规则 也是今天附加 大家要记得的哦 注动词后面的动词 要原型 把注动词 或B动词 移到聚首 就变成yes no 一文句了 So Must students go to school from Monday to Friday 学生呢 一定要 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 去上学吗 OK 好 那在这里呢 哦 抱歉 我要再回到前沿 在这里呢 Tia Rita想要呢 为三年级的同学们 建立一个观念 Must 它的中文意思 是必须得的意思 对吧 Must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 必须 或者是得 做一件事情 它是非常强制语气的 是非常强壮的 好 可是当你遇到 Must Not Or Must 要特别注意 当你遇到Must Not 或Must 这个字的概念的时候 它指的是 绝对不能 做什么事情 绝对不能 或者是绝对 禁止做一件事情 For example People mustn't Eat Eat On The MRT MRT 就是 人 人们 OK 不可以在MRT 捷运上面 吃东西 这个是绝对禁止的 So because this is the law If you do that You will get punished You will get fined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你就会被惩罚 或者是你会被罚钱 所以呢 在这里 要特别注意哦 Must 他的语气是非常强烈的 当他是否定 进去的时候 他指的是绝对 不能禁止的意思 所以例如 如果我说 你觉得不能怎样 你觉得不能 例如 小孩子 18岁以下 是不可以抽烟的 OK Teenagers mustn't smoke Teenagers mustn't drink alcohol 小孩在18岁以下 青少年呢 喝酒是禁止的 这个是违法的 那你觉得 Must not OK So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art 好 那呢 在下一个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 要怎么样把 形成yes no 疑问句了 那我们当然 也要学 要怎么样去 唯音yes no 疑问句啊 好 在答句呢 有一个关键 看红色的地方 答句的关键 就是一个口诀 有逼动词 你就找逼动词 没有逼动词 你就找助动词 是不是跟刚刚 契约一直在 ray的很像 就是逼动词 跟逼动词 就是英文里面 很重要的概念 好 所以我常常都 跟我的同学们说 哎呀 你看yes no 开头的第一个字 不就告诉你 你的答案了吗 所以常常 那我们在口说的时候 会听到人家说 哦 例如 会听到人家说 Do you like ice cream? And then you will say Yes I am 叮叮 That is wrong 所以记得 Do you like ice cream? Do 问 你就用 Do 回 Is MR 问 你就用 Is MR 回 所以这个就会回到 T恤的口诀 有逼动词 你就用 B动词 没有 B动词 你就找住动词 这个是横贯 国一到国三的 重要概念 好吗 所以呢 我们把刚刚 在上部分 你所形成的 Yes No 英文句 那我们来看 我们要怎么样回应 So Is Tina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Tina是一个 国中生吗? 人家用 Is MR 问 我们就用 Is MR 回 所以答案就会 Yes She is 这是简单的回答 Or No She isn't 那在这里呢 因为Tia只是想要去 介绍这个文法概念 我就没有把它变成 长长的句子 当我把全部的资讯 都列出来 就是Yes She is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详细的回答 就是所谓 大家在考试卷上面 会遇到的想答 可是这里就只是简答 Or No She isn't OK 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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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the teacher called them 当老师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正在购物吗 一样 有逼找逼 没逼找住动词 所以呢 人家用were问 就用were回 So Yes They were Or No They weren't You can also say were not 好 那在这个字 我要特别请大家记得哦 e 这个最后一个e 在这里是不发音的 所以呢 E-R E-R 要记得念卷蛇 er的声音 er的声音 所以常常在这里我们会听到同学们说 They were 是不对的哦 是they were they were 那否定的缩写就是weren't weren't OK And now Let's see next one Does your mom eat an apple everyday 你的妈妈 有每天吃一颗苹果吗 人家用的是问 就用的是回啊 You and mother 你的妈妈 她的代名词 应该是she 所以在回应的时候 我们会说 Yes She does Or No She doesn't OK 这里呢 是一个typo 这个是 没有注意到 应该是要说 No She doesn't 才对 要小心 OK No She doesn't 就是没有 没有 她没有 OK 所以这里也是 You and mom She 这里要改成 She 这个是题目的物质 And now Let's move to next one Did Ken go camping with his friends last week We will say Yes He did Or No He didn't 所以在这里 一样 Did 问 就用 Did 回 当你看到 Did的时候 你脑中 还要想起 另外一个 警铃 就是它是 过去 是 OK Next one Will Mr. Tsai Visit Taiwan Next month Tsai先生 下个月 会拜访台湾吗 有will 是主动词 人家用will 问 就用will 回啊 So Yes He will 他会 Or No He won't 好 那will not 的缩写 是比较特别的 还是需要经过 变化的 还要变want 所以就是他不会 那这个字就念 want No He won't Next one Must Students Go to School From Monday To Friday Yes They Must Or No They Must N't 那在这里 还要特别去说 Must 有表示强制 强烈禁止 强烈禁止 的意思就是你真的不能这样子做 所以当我说 Yes They must 的意思就是 学生们一定得礼拜一到礼拜五去学校 可是我如果说 No They mustn't 在这里文法上 虽然是正确的 可是他的意思是很强烈 我就说 不行不行不行 学生如果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去学校的话呢 警察就会把他们抓走 OK 所以在这里呢 还只是文法上合理 可是在意思上 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是怪怪的意思 OK 所以这里是国产同学们要特别注意的哦 Mustn't 表示强烈禁止的意思 例如 People mustn't drink or eat on the MRT 在捷运上呢 人们绝对强烈禁止 吃吃喝喝 Because you will get yourself in trouble 你会让你自己陷入麻烦 因为警察就会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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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do that OK Money money OK So now It's time for you to challenge yourself 又来到了你小事伸手的时候咯 你一定要在留言区回答 告诉我你的答案 好 在这里呢 有六题先给大家 小事伸手 你要将下列的六个句子 变成yes no一问句 好 那在你作答的同时呢 要记得 在怎么样 快速复习 要怎么样才可以形成yes no一问句 就是有逼动词 叫逼动词 没有逼动词的时候 就找逼动词啊 OK 好 找了逼动词之后呢 所以呢 把逼动词跟逼动词移到 逼动词 逼动词或逼动词 移到句首 就会变成一问句的 把逼动词跟逼动词 移到句首 就会变成一问句 那不要记得你的问号 也是要改变的哦 OK 好 那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 Number one Tia先把很快速的 一二三 把它讲完 那你呢 让你有时间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John's girlfriend is from Japan John的女朋友 是来自日本 Number two The little boy sang every night 男孩在过去的时候 都每一晚唱歌 Number three My father can swim and dance 我的爸爸会游泳和跳舞 好 那呢 我们来看第一句 John's girlfriend is from Japan 还记得口诀吗 那就是有逼动词 找逼动词 is 找到了 把意思移到句首 后面加上问号 就会变成一问句了 So easy peasy 简单 is John's girlfriend from Japan John的女朋友 来自日本吗 Number two The little boy sang every night here 有逼动词 找逼动词 没有没有逼动词 那你就要生逼动词啊 s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 sing It's from the verb sing sing是唱歌 sing的过去式 就是sing 那你还记得吗 遇到过去式的时候 然后要找逼动词 did 出来帮忙 那记得后面要变圆形 So did the little boy sing every night Number three My father can swim and dance 有逼动词 找逼动词 没逼动词 找逼动词 Can 找到了 把can 一道巨手 后面加上问号 Can your father swim and dance 很容易吧 好 那我们来看 四 五 六 Number four Those books were in the bookcase 那些书本们呢 在 书架里 Number five She is not a teacher 他并不是一位老师 Number six The tall boy plays basketball after school 这个很高的男孩们呢 在课后的时候呢 在放学后 打篮球 So let's see Number four 有逼动词 找逼动词 没逼动词 找逼动词 Those books were Were 是逼动词 把Were 移到巨手 后面加上问号 就会变成 疑问巨了 So the answer would be Were those books in the bookcase Number five She is not a teacher 把Is 全起来 有逼动词 找逼动词 移到巨手 后面加上问号 Is she not a teacher 他不是一个老师吗 Number six The tall boys plays basketball after school 哎呀 这里没有逼动词 可是我看到 S 它是 我的提示 S 是 现在简单事 遇到第三人称 单数 的现在简单事实 我就要叫 主动词 Does 出来帮忙 可是在这里呢 Tierrita就发现了 一个很 怎样 愚蠢的小错误 就是 后面不是句号 是问号 So does the little boy play basketball after school Does 一大句手 不要忘了 后面要变成 问号 哦 你答对了吗 OK 好 那我们很快速的 来到第二个部分 W-H 疑问句的部分 哦 好 那我们刚刚说 疑问句 在yes no 它就是你在回应的时候 会有yes no 的回答 yes 同意 或no 不同意 好 那什么是 W-H 疑问句呢 那就是当你想要了解 更详细的消息 内容 或资讯 的时候 你就会使用W-H 疑问句 例如 你叫什么名字 你好吗 不就是你想要知道 哪一个人的名字 跟状态吗 所以记得哦 在W-H 疑问句的时候 是不能用 是或不是的回答 例如 What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你总不能跟人家说 对啊 我叫Rita No right 好 那它这里有另外一个就是 一定会用W-H 疑问词 来当开头 那我们待会会有介绍 好 什么是W-H 疑问词呢 例如 who 问谁 What 问什么 When 是拿来问何时 Why 是用来问为什么 原因 Where 用来问在哪里 地方 Which 是选择的时候 哪一个 Whose 是谁的 以及 How 如何 拿来问方法 或者是 你现在的感觉 好 那在有这一些 Wh 疑问词之后 我们来判断 这下列的四个句子 哪几句是Wh 疑问句呢 还记得刚刚 Tiravita说的吗 Wh 疑问句 一定会是 Wh 开头的 疑问句 所以其实你应该 很快的 就会发现 哪两句 是Wh 疑问句的 因为你只需要先找出 Wh 疑问词 对吧 So let's look at No.1 Which color do you like? 这一句是问说 你喜欢哪个颜色? No.2 Can you run faster than I do? Oh 你能够跑得比我更快吗? No.3 What time does she get up? 她在几点的时候起床? No.4 Did she come to school on time? 她有准时来学校吗? 所以呢 很显然的 第二句 她是问你说 你有跑得比我快吗? 有 我跑得比你快 没有 我跑比较慢 Did she come to school on time? 她有准时来学校吗? 有 她今天准时 没有 她今天迟到了 所以第二句 跟第四句 那个 Question 4 and Question 2 They both start with kin and did 注动词 有没有注意到啊? 所以他们是用注动词 开头的 那就是一个 yes no 一文句咯 好 那 wh一文句 要怎么样呢? 它就是以 wh一文词为首 再放上 b动词 或注动词 其实就是你刚刚 形成yes no 一文句的方法 你就会形成 wh一文句的 怎么说呢? 例如 我们现在看 那个 秘句 He is playing tennis 他人正在打网球 其实现在把 tennis 网球化底线 是代表 这是你不知道的部分 你不确定的 那我们会怎么变呢? 我们就会说 他正在 打什么啊? 他正在打什么啊? 你就想象 这一个部分 是你不清楚的 你不确定的 OK 你就想象 你现在把荧幕 遮掉 你不看他 所以你就会问说 他正在 打什么 什么 你会用 what 开头来问句 so what is he playing? 他正在 打什么 那你的答句 就回到你的 看到这个 肯定句 He is playing tennis And then number two 第二个例句 They go to school by MRT 他们搭捷运 去学校 一样 画底线的部分 你就把它想象成 是你不知道的 你不确定的 所以呢 by MRT 搭捷运 是一个方式嘛 所以你就要问说 他们是如何 去学校的 他们是如何 去学校的 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说呢? 你会说 How do they go to school? How do they go to school? 他们是如何 去学校的呢? 那你看 How 就是拿来问 你做一件事情的 方法 方式 或者是感情情感 Number three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哦 John and Kane will arrive at 2pm John跟 Kane呢 他们将在两点 下午两点的时候 抵达 A at 2pm 在两点 这是一个时间 这是你不确定的东西 你不知道的 好 你就把它画掉 想象你没有看到 那你的问句 一定在问什么 就是John跟 Kane 他们会几点到 何时会到 所以何时几点 我们有两种疑问词 你可以用when 你也可以用what time what time 在英文里面 是特别拿来指几点几分 so when what time will John and Kane arrive 他们会在几点的时候抵达 那你看 一样后面就是你在形成 疑问句跟否定 yes no疑问句的时候 你会用的方式 对吧 OK Next one My teacher and my brother are talking there 我这句话的翻译呢是 我的老师跟我的妈妈 在那里聊天 好 那你现在把 My teacher跟My mother 画掉 这是你看不到的 所以你 My teacher跟My mother is asking about who 是在问谁嘛 你就会说 是谁在那里聊天 谁在那里聊天 所以疑问词会叫 who出来帮忙 那who is talking there 那在这里呢 大家没有注意到 这里变成的意思 好 这有一个小小的文法概念 要特别注意哦 那就是 wh疑问词 如果它代替的是 主词的位置 也就是你看 My teacher and my mother 在这里是主词 就是我的老师 跟我的妈妈 他们两个站在讲话 你看他们是主词 如果是代替主词的时候 你要把它视为单数 也就是 你都不知道 谁在讲话的 你怎么会知道 有几个人呢 所以你就把它 当作单数来看 所以在这里 你要自动把 are变成ese 才会变成 是正确的问句哦 所以这里会说 who is talking there who is talking there 就是谁在聊天 谁在那聊天 好 那有这样子概念之后 我们当然 你知道如何形成 wh疑问诀 就是叫wh疑问词 出来帮忙 开头 就放wh疑问词 就可以了 可是呢 你也要能够反推 那你要怎么回答 只要你看到 wh疑问词 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回答的答句 应该要回什么 什么意思呢 what is she reading 这个问句 你看 如果我的这里是what 那是不是代表 我在问什么 所以你就知道 你在回应的时候 你一定要回答 一个什么东西 好 那这一句的意思是说 她正在读什么 她正在阅读什么 好 那如果Tier 在这里设定的答案 是报纸 当然你也可以回答杂志 你也可以回答漫画书啊 那你就可以说 she is reading the newspaper OK 那在这里呢 Tier 这只是一个例句 你在这里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你也可以说 她正在看菜单 she is reading the menu 你也可以这么说 她正在看菜单 所以呢 这只是一个例句 OK 这只是一个范例而已 当然 你看到what 只要是跟what 相关的答案 你都是可以回应的 好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一样确认 wh 一问词的意思 你就可以回答问句的哦 所以我说 who is talking to miss huang who is talking to miss huang 谁正在跟 黄小姐说话呢 诶 你都不知道是谁了 所以在这里 你也要视为单数 还记得吗 你都不知道是谁了 你要视为单数 所以呢 但是你知道你在回答的时候 一定要回答谁 OK 那我的答案就是 the teacher is talking to miss huang 你可以说老师正在跟黄小姐说话 你呢 那你应该说 我可不可以用不一样的答案 当然可以啊 只要任何事跟人相关的 你都可以说 你可以说 rita is talking to miss huang 你可以放上人名 rita正在跟黄小姐说话 你也可以说谁 哦 那个医生 the doctor is talking to miss huang 你也可以说医生 正在跟黄小姐说话 你当然也可以说 我爸在跟黄小姐说话 my father is talking to miss huang 所以这里 你有很多各种可能的回答方式 所以你要确定的 就是wh 文词的意思而已哦 OK then next one Let's practice Where did you eat lunch? Where did you eat lunch? Where 拿来问什么? a place 拿来问一个地方 所以呢 他在这里是问说 你在哪里吃中餐? 你在哪里吃中餐? 那在这里还有一个文法上面的小陷阱 就是did OK 刚刚在前面 yes no 一文句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说 did 是用在什么时候? did 是用在过去的时候 对吧 所以你遇到过去的时候 你会用did 那人家用did的过去诗问 你也要用过去诗来回应啊 好 那在这里 你可以怎么回呢? 你可以说 哦 我在那间新的餐厅吃饭 I ate lunch at the new restaurant I ate lunch eat就是eat 这个字的不规则 过去诗 OK 所以eat就是eat的过去诗 so I ate lunch at the new restaurant 你看 我在那个新的餐厅吃中餐 所以你在回应句子的时候 你还是要遵守时代的规则 OK Let's do one more practice 再来一句 How did she feel before the concert? How did she feel before the concert? Concert是演唱会、音乐会 所以在演唱会、音乐会之前 她感觉如何呢? How 这一个字如何 她常常用来问你 做一件事情的方法、方式 或者是情感 所以我可以说 哎呀 她又兴奋又紧张 Did 是过去诗 所以一样 你可以说 She felt nervous and excited 你看 nervous跟excited 就是她的情绪 对吧 那你看 felt 是feel的过去诗 felt 是feel的过去诗 因为你有看到 诗动诗 did So she felt nervous and excited 她在演唱会之前 是感到很紧张 又兴奋的 Really easy, right? So now it's time for you to do the second part to challenge yourself 那样 来到第二部分 挑战吧 小事争承 好 在这里呢 哦 你要根据回应 来填入正确的 WH疑问词 也就是说 你要先去看看 回应 是什么 然后你再去找 相对的WH疑问词 来回答 好 那在这里呢 就要请你写 有六题 We got six questions And then you can take your time And then leave your comments And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然后呢 去留言告诉我 你的答案是什么 So for question number one It's super easy I guarantee everybody knows that 第一句 简单到不行 每一个人一定都会 你光是看到 My name is Johnny 你就会直接说 I know, I know It's what is your name 他就会问你说 你的名字是什么 But for question number two 第二句 OK 一年级的同学不知道 还挺有可原 二年级的你就 一定要会咯 By bus By加交通工具指的是 做一件事情的方式 如果是做一件事情的方式 She came to school by bus 她搭公共车来学校 那做一件事情的方式 你就会问说 她是如何来学校的 How did she come to school? How did she come to school? OK Number three The answer is I like blue 我喜欢蓝色 可是在这里 好像还看不出个 所以然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他的原本的句子 怎么说 他说 Color do you like Blue or red 这里是他的小陷阱 Blue or red 是蓝色 还是红色 我有给你选择 所以呢 你就知道 我是在问说 你喜欢哪一个 你喜欢哪一个 所以有选择的 那就是 Which color do you like? Which color do you like? Which 这个一问词的意思 就是哪一个 通常是拿来给你 做选择的时候 你就会用which OK So let's go to the next page 一样 四到六 你要看答句 然后去想想看 你正确的WH 一问词 应该会是什么 OK Let's look at question 4 我们来看看第四句 My father is talking to his boss 我的爸爸 我的父亲 在跟他的老板说话 Oh 答句就 我们的问句就说 Is your father talking to? 全部的问句 就是没有看到 这个关键的人物 his boss 那我们就知道 his boss 他的老板 老板是一个人啊 所以就是拿来问谁 所以这里就理所当然是 Who is your father talking to? 你的爸爸在跟谁说话 OK 好 那在第五句 我们先看答句哦 You can watch birds at the river bank 你可以想鸟 at the river bank 不是在河边银行哦 它指的是bank 在这里也可以当河岸 OK 岸边 所以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问句 打打打打打打 Can I watch birds? 哎呀 有想鸟 有你 有 can 可是就是没有看到 我们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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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 People can run down at the river bank which is at the river bank 在河岸 I'm asking the place 我就是在问地方啊 所以这里就会是 where can I watch birds? 彩露 o可以在哪里? Where can I watch birds? Okay, number six Is she not in your class today? Because she is sick 哎呀,我们看到了关键字 Because Because 是用来回答原因 所以跟原因相关的WHU用词 理所当然的一定是why 为什么 So why is she not in our class today? 她今天怎么没有来我们学校啊 今天怎么没有来上课 为什么 那你就会来说 因为她生病了 So we use why Very easy, right? 好,我们很快地来复习 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内容哦 在yes, no一文句 它就是问话的人想要知道 对方的答案到底是 是,还是不是,有,还是没有 对,还是不对 就是yes跟no 那要怎么样形成yes, no一文句呢 你只要把b动词或珠动词移到巨首 就会形成yes, no一文句 可是有一个小小的重点 当你的珠动词出来的时候 例如do,does,did,can,will 那你的后面是需要接原型动词的哦 好,那什么是wh一文句呢? wh一文句就是当你想要了解更多 更详细的内容的时候 你就会用wh一文句开头 那在遇到wh一文句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用yes,是或no来回答 好,在形成wh一文句的时候呢 疑问句的时候 好,要特别注意 如果我们的疑问词它本身是主词的位置 那你就要视它为单数的主词 那我们今天介绍了我复习的几个一文词 Who,谁,what,拿来问事物 When,是问时间 Why,是问原因 Where,是问地点,哪里,地方 Which,是拿来选择的哪一个 Whose,是问谁的 How,是问如何 常常用来问一件事情的方法或者是情感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这样子哦 很期待下次跟大家见面 再见咯 谢谢Rita老师 带我们认识疑问句 大家有学会了吗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部分 欢迎再看这支影片 再重新学习一下哦 那我们除了有国中英文的课程 我们还有国中数学 国中自然 以及额头美语课程 可以搜寻iWorkJr 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到我们FB粉专YouTube频道 都有我们的影片 可以去上课可以去学习哦 也可以到iWorkJr的FB粉丝专页按赞 接收更多的新消息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 大家拜拜